大家好,今天用这五毛钱的小土豆 分享一个不用揉面,也不用和面的土豆饼做法 软糯心香,放凉了再吃,也非常柔软 提前去皮的土豆一共是500克 先把它切成大一些的块 切好以后盛到一个耐热的盆中 凉水再把盘子摆进来 盖上盖子,上汽以后冲火蒸15分钟 时间到了以后,你可以用一个叉子或者筷子试一下 轻轻就能穿透,就说明说透了 取出来之后,倒在一个盆子里 先用叉子,压成细腻的土豆泥 压得越细腻越好 准备半根细腻的胡萝卜 先切成薄片,然后切丝再切成小丁 很多大朋友小朋友不爱吃胡萝卜 可以趁这个机会偷偷加一点 切好以后,盛到一个盘中备用 准备一个不辣的青椒 去丝以后,先切条再切成小丁 切好以后,跟胡萝卜盛到一块 准备三颗洗净的香葱 切成细腻的葱花 切好以后,单独盛到一个碗中 准备两块钱的纯瘦肉 先切薄片,然后切条再切成肉丁 最后用刀剁一会儿 剁成带一些颗粒感的肉末 剁好以后,盛到一个盆中备用 起锅加入一勺食用油 油热以后,先把剁好的肉末下锅 把肉煸炒一会儿 炒到表面完全变色 加入一点提前切好的姜末 胡椒粉去形增香 先把调味品给翻炒均匀 再下入提前准备好的一些玉米粒和胡萝卜丁 继续翻炒一会儿 炒出胡萝卜的香甜 提前把胡萝卜炒一下 营养也更好吸收 最后再下入切好的青椒 继续翻炒一会儿 炒到食材完全断生就可以了 关火,先把这些食材放温 网成土豆泥的盆中打入两个鸡蛋 先把土豆和蛋液给混合均匀 再把刚才炒好的所有食材倒进来 加入适量的食盐调味 一小勺五香粉 还有刚才切好的葱花 先用筷子搅拌几下 让这些食材混合均匀 然后加入50克糯米粉 增加软嫩的口感 50克面粉增加粘性 先搅拌一会儿 让两种粉和食材混合均匀 然后戴上一次性手套 下手翻拌几下 把它整理成一个这样的蔬菜团 就可以了 按马上提前铺上一层保鲜膜 抓一团调好的馅料 先左右手来回倒腾几下 再团成一个圆球 最后拿成一个圆饼 这样一个生胚就做好了 垫面生预热以后 刷一层食用油 油热再把做好的饼胚摆进来 在它表面 淹抹上一层薄薄的食用油 锁住水分 开上盖子 上下盘中火 煎烙两分钟 时间到了以后 再全部翻过来 继续盖盖 再用中火烙一分钟左右 直到把饼子烙至 两面金黄色 用铲子按压 感觉很有弹性 就说明手脱了 这样咱们的土豆饼就做好了 哇 闻起来就特别香 颜色金黄 看起来就非常有食欲 这样做的土豆蔬菜饼 里面除了搭配鸡蛋 还有几种蔬菜 营养非常全面 入口鲜香软糯 就算放凉再吃 也不会发硬 上桌大人小孩都爱吃 喜欢的话 快把视频收藏起来 试一下吧 我是大飞 感谢您的观看